2月16号,有网友发现周杰伦昨日在狗年春晚上表演的告白气球,竟然把老婆昆林的咖啡店都搬上舞台了,并配一张昆林咖啡店的猫咪头像。 有网友发现周杰伦昨晚表演中所呈现的道具正是昆林在台湾所开咖啡店招牌,一只有小猫头像的招牌。 网友纷纷表示,这波操作666,不愧是宠气狂魔,现在就差一个我轮NS二维码了。 狗年第一天,周杰伦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妻子昆林的合照,同性未名的周董还用了手机滤镜,化身小狗狗,十分可爱。 配文写道,过十二点了,初一第一波,祝大家红的不要不要的,他还不忘给师弟派伟俊打call,表演真的很精彩。 周杰伦昨晚登上央视春晚演唱告白气球,携手蔡维泽跨界带来魔幻舞台,告白气球舞台光影变化,宛如梦幻的童话世界, 与小米月刘楚田的互动也超萌,一过十二点,周董马上晒出与昆林的合照,新年第一波狗粮收下了。